第131章 雷天辉 天武玄门已经表示答应 楼拜约略微沉吟下 其他也陆陆续续有玄门正宗派了使者前来 但仙道魁守天帝玄门却并没有任何表示 天帝玄门和皇上有深仇大恨 他们的少宗主就是被皇上斩杀的 长教也曾经被皇上打伤 若不是此门本身就是一件天道之气 毁掉此门恐怖及天下产生 皇上却早把天帝玄门打碎了 若武轻描淡写 说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往事 当然也有天帝玄门中几位红颜知己求情 才勉强让此门有了颜面 若武仙子对仙道的密闻却是很清楚 古臣杀之此事涉及仙道玄门非同小可 不过天武玄门此女这么明白说出来 却是摆明了支持朝廷和天帝玄门不和睦 远古七十二仙道宗门却也内斗极为剧烈 门派和门派之间相互厮杀 这和朝廷之中党争差不多 我还知道陈郡王是个奇迹呢 在一年前还在韬光养晦 今年就一飞冲天 若武却轻轻笑着 有意和古臣杀攀谈 哪里一飞冲天 仙子说笑了 古臣杀百百首 不过是略有小成 差得还远 仙子的修为我就看不透 肯定远在我之上 我今天能在这里和仙子攀谈 却是占了父皇的面子 这番话 他却不是妄自菲薄 如果不是天赋大帝 他哪怕贵为皇子 这若武只怕是看都懒得看他 道经二变的修为在凡俗之中 算得上纵横百合 但到了仙道门派 却也是个小小不起眼弟子而已 有喝 老师酒来了 这时 声音传来 十皇子古镇杀龙行虎步 带着摄人气势而来 他也在这里 和几个仙道门派弟子说话 却就看见古臣杀 立刻走过来 老师 这里都是仙道门派的弟子 却不要冲突 有事稍后解决 楼拜月脸色微变 我受皇上旨意 接待诸多仙道门派弟子 你不可乱来 拜月 我怎么会乱来 十皇子古镇杀身材越发高大 给人有神灵高高在上 俯视苍生的感觉 不知修炼了什么武功 气质阴沉之中 带着凶狠 凶狠中 却有燃烧天地的怒火 我是听说 老十九最近修炼武功不错 想试试拳法 哦 十哥的修为却也厉害 居然连连破除境界 到达了道径四遍吞金化石 五脏六腑都已如熔炉 内外之中 百毒不清 古尘杀看不穿落伍 楼拜月等人的修为 但却看穿了古镇杀的境界 对方境界一年前和自己类似 都是武学宗师 现在自己才修炼到道径二遍 而他已经四遍 知道就好 十皇子古镇杀因沉笑着 手掌已伸过来 拿向古尘杀脑袋 他五指张开 手又大又宽 似蒲扇 当头拍来 居然就有雷鸣之声 似九天之上 雷神在发出怒火 古尘杀也动了 他出拳 如乌龟爬行似缓慢 又如蛇事人之快速 动静结合 但他权益却很普通 平凡 四个老农在地里耕种 用锄头在刨石 艰难中带着苦涩 看见此拳 就会看见千百年来 众生之多苦难 楼拜月陡然目光犀利起来 他看见古尘杀在出拳的刹那 气质斗变 似有古之贤者 看着百姓生活艰苦 泪流满面 常态吸一眼涕吸 哀鸣生之多坚 此拳 已不是武学 碰 拳道 人非 飞的是古震杀 仅仅是一拳 修炼到道径四遍 吞金化石的石皇子 就被打飞出去 撞在一棵大树之上 缓慢滑落下来 并没有受伤 没有受伤的原因 不是古尘杀此拳不强 而是他留守了 该死 石皇子古震杀 根本没有料到 自己会被打飞 他怒了 怒火焚烧 血液沸腾 在他的蹊跷之中 隐隐约约有烟冒出来 怒拳 蹊跷生烟 他脚下猛灯 轰隆 人似流星陨落 愤怒火焰从天降落 这是天怒 是地怒 是人怒 所有的一切都愤怒起来 怒火燃烧整个世界 有灭世之威 这是怒拳 上古误道终极 恐怖之拳 传闻人的愤怒是无极限的 死拳随着人的愤怒而生 也是无限 有一些先到宗门弟子 感受到恐怖怒意 顿时色变 几乎眨眼之间 石皇子古震杀 再次到了古尘沙面前 怒拳伴随怒火猛烈击下 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愤怒 古尘沙再次出拳 依旧是弯弯曲曲 盘山学步 笨拙可笑 好像的大肚子妇女 小心翼翼干活 生怕伤到腹中的胎儿 砰 拳道 人飞 飞的还是石皇子古震杀 他的任何武功 在古尘沙这拳面前 都没有任何用处 哪怕是上古误道的怒拳 在他自创的拙拳面前 也寸寸被迫 古震杀被再次打到那棵树上 滑落下来 却并没有再动手 而是目光死死盯住古尘沙 似要化身猛兽吃人 石哥 承让了 古尘沙却不想和石皇子纠缠 毕竟这么多外人在场 兄弟之间打死打活 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我侥幸赢得一招办事 却就此罢手 若石哥真有意 改日我们约个时间 好好切磋如何 你 石皇子古震杀怒火冲天 但却被个青年按住肩膀 表兄 稍安勿躁 我来说几句 看见这青年 古震杀怒火小了些 那好 你来应付 这青年走到古尘沙面前 一拱手 陈郡王 在下雷天辉 雷家的人 古尘沙暗暗打量 发现此人的实力 居然也看不透 就知非同小可 他也不拖大 也没有摆郡王架子 雷兄合适 我是石殿下的表弟 刚才看见郡王全法惊奇 一时寂养 可否讨教两招 雷天辉脸色没有丝毫不动 雷天辉 雷家小字辈中第一人 曾经刚踏入道径 就搏杀过蛮族元帅 朝廷对你的评价 是盖世奇才 现在你的修为是道径八遍 三昧真火 楼八月上前 以你的境界 却也好意思为老实出头 我不会动用任何先天刚起 雷天辉副手而立 就是凭借武学的力量 还有陈郡王可以使用任何法宝 我都是血肉空手对敌 不知郡王意下如何 也好 古尘沙说话之间 一箭刺出 他的降魔之刃 不知何事到了手上 而全身则是覆盖了王龙凯 如果是别的法宝 催动之间就有破绽可循 但降魔之刃和王龙凯 是他本身鲜血锁链 耗尽心力 运用起来 和自己的手臂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也等于是四肢之外 多出来的肢体 降魔之刃这一箭 依旧很是笨拙 毫无花俏 朴实简单 就是普普通通的百姓 在干着家常活 油盐柴米茫茫碌碌 愚昧而不知进取 心道剑道 雷天辉脸上大惊失色 古尘杀出剑 铠甲和降魔之刃 好像凭空变化出来的 居然核心已完美结合 剑铠之强 结合之紧密 非他所想 咔嚓咔嚓 在剑道身体之前 雷天辉的身上 出现雷霆般的钢气 那先天钢气瞬息之间 凝聚成心体 咔嚓咔嚓 结成了球形闪电 当空就是一棒 轰隆 剑和雷球相互撞击 巨大余波炸开 进风造成漩涡 直冲天际 古尘杀被这一阵 连连后退 气血虚浮 而雷天辉 则是战立当场 脸色十分尴尬 他刚才承诺了 不用任何先天钢气 哪里知道对方一见袭来 根本势不可挡 居然被逼施斩出 雷家最强的钢气绝学雷杰 啪啪啪啪 落雾拍手 好一招雷杰 此乃钢气凝聚到极点 在分化为许多细小符文 相互震荡之间 突然爆炸 威力极大 哪怕是流离欲深境界的人 也必死无疑 此招只有到达 道径十遍一心千用 才能凝结而成 乃是要分出来许多精神 操控先天钢气 凝聚成数百枚 不同的符文结合 天辉兄能以八变的境界施展出来 不愧是盖世奇才 听见这话 雷天辉脸色更加难看 雷兄 承让了 古尘杀心意一动 铠甲和降魔之刃都缩了回去 若不是我突然袭击 雷兄定能够击溃我 他心中是暗暗心惊 刚才雷天辉的先天钢气运用 居然比一鸣还要奇妙 如果一鸣和此人对上 还未必是此人的对手 要知道 一鸣可是倒进九变流离欲深 而雷天辉 才是八变三昧真火 相差了一个境界 听见落伍的话 他更加觉得 雷天辉非同小可 既然是雷家小自辈第一人 又是盖世奇才 自己也算是取巧 才能让他尴尬一次 当然也有他自己拖大的原因 如果真正交手起来 对方雷杰威力奇大 几次下来 自己哪怕有王龙凯保护身体 都扛不住 毕竟境界太低 如果能修到倒进四变 那就差不多能够一搏 陈郡王果然是天之骄子 我失算了 雷天辉道很干脆 慈凯和此间威力如此之大 想不到却是王爷亲手炼制 若不是心血相连 绝不会毫无破绽 否则就算法宝威力再强 只要不是自己炼制 就会有漏洞 王爷才倒进二变 就可炼制如此之强的法宝 却是匪夷所思 第132章 天生圣人 古尘沙知道自己崛起太快 有很多人不满 他借此机会展现出自己实力 让有些人心中忌惮 虽暴露了实力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更重要的是创出桌拳 就要和高手比试 才知此拳到底是何威力 有什么改进和不足之处 和古镇沙两拳交手 他也感觉到对方怒拳之玄妙 然后和雷天辉的交手 他获益良多 对方以先天刚气雷结之法 抵挡桌拳 反应之快 手法精妙 都值得他学习 而且 在雷结刚气的撞击之下 他丹田深处吸收的那缕仙气 蠢蠢欲动 和灵气相互结合 开始慢慢融入血脉之中 游走全身大小周天 他感觉气到脑后预诊血楚 就要突破 和一鸣的战斗 就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知道 一鸣会不停地嚷着他 战斗之间 就不会有那种 惊心动魄韵味 老十九居然修为 居然进展得如此迅猛 在远处 三皇子古范莎目睹了全部场景 暗暗心惊 这些日子 我修为突飞猛进 已经踏入了道经六遍 炼成先天刚气 可还远远不是雷天辉的对手 此人乃盖世奇才 也许只有 我这身边的范如意能压制他 古范莎的身边 也有个少年 也只有十四五岁 但有着冷眼看枯荣 心中无生灭 一切皆无常的味道 古范莎贵为亲王 对这少年很是客气 言行举止中 都有拉拢味道 如一 你看老十九五功如何 这才那拳有些厉害啊 古范莎问这少年 不过如此 这个叫做范如意的少年 并没有什么表情 稍微误道而已 倒是他身上的铠甲和剑还不错 但哪怕穿铠持剑 我杀他不用一招 雷天辉也是个废物 居然没有看出来 此铠和剑是他自己炼制 亏他还是和我齐名的人物 真是丢人 法无仙这次没有来 古范莎故意说着 老七想喊他做帮手 但被他拒绝 法无仙的确是我劲敌 此人眼比天高 甚至想和天赋大帝比肩 范如意听见这个名字 双目中就出现争雄之意 他自己修炼玄弓 还到处寻访上古遗迹 几乎是风一般的苦修 天下英雄都不会被放在眼里 虽是法家的人 但怎么会把七皇子放在眼里 想和父皇比肩 笑话 古范莎哼了一声 不过我听传闻 都说他是天生圣人 成就不可限量 到底是真是假 到时候会让你看到的 我会彻底祭拜他 打灭他天生圣人的光环 范如意眼神扫射四周 这次来的仙道弟子之中 几乎清一色都是盖世奇才 若是能一一和他们交手 也是大快人心之事 交手容易 等宴会结束 他们还要留在这里 代表门派等待朝廷的迁都 到时候多的是交手机会 父皇这次命远古 仙道72悬门都派结出弟子前来 是为了让朝廷诸多权贵弟子 和仙道门派多交流接触 减轻他们对于仙道那种高高在上的心理 同时也让仙道融入繁俗之中 古范沙早知朝廷策略 这些仙道中人九步履人士 渐渐就会养成世俗之中如蝼蚁 随意灭杀的心态 范如意道 其实那些仙道宗门有些势力 还不如我们这些圣人世家 法家 范家 横家 这些家族都出过圣人 千秋万世而不道 家族底蕴甚至超过很多仙道门派 雷家虽没有出圣人 但祖先是雷神 也不属于圣人世家 雷天辉和十皇子古镇杀双双失败 就没有脸栽在这里 匆匆忙忙离开 到园林另外一边 楼拜月此时对古城沙瓜目相看 真想不到你修为居然精进如此 假以时日 恐怕会大放光彩 过奖了 古城沙百百首 我的修为实在是不值一提 不过凭借两件法宝而已 我听说你得到了七圣恋心丹 楼拜月问 能否给我云上几枚 七圣恋心丹 若是郡王还有多 我可以拿最好的东西来换 落屋也开口 我听说最近那混世魔元神庙最深处的宝库中 丢失了大批丹药 还有苦修多年的质宝 其中有批丹药 就是七圣恋心丹 古城沙心中陡然紧张 但随后释然 自己盗宝的消息 也隐瞒不了多久 除非永远不拿出来试人 否则总会有迹可循 恐怕大皇子也都查出来 邪神血肉 和龙羽云父母 弟弟妹妹的事情 都是自己干的 诸多仙道学门手段之多 非自己所能想象 知道 很多秘密就不奇怪 此事和我无关 古城沙当然要推得一干二净 现在自己羽翼未封 如果混世魔元神庙杀过来 恐怕真抵挡不住 苦苦建设的封地化为灰烬 我只是和太世文宏谈妥了条件 他帮助我许多东西而已 此事已经禀报给了父皇 他把事情都推到太世文宏身上 希望能够起缓冲 太世文宏修为高深莫测 撕裂虚空 修为直追诸神 量混世魔元神庙 和一些不轨之徒也不敢找他 同时也给别有用心的人以震慑 这些我们不去说的 落伍倾笑 如果还有多余的七圣炼心丹 我非常想得到 郡王想要什么宝贝 我都可以双手奉上 多余的是有 但也库存不多 古城沙想起玄武宝宝吃了 三百多枚就心痛 人只要一枚就足够 天知道为什么他要吃那么多 不知仙子有什么宝贝拿来交换 那得看郡王需要什么了 我天武玄门也是仙道正宗 传承太古 虽不如皇上之皇家秘库 和诸神宝藏 但还是有些家底的 落伍笑容之间居然异常妩媚 让古城沙心神一动 几乎有种不要任何代价 把七圣炼心丹送出去的冲动 但他到底修炼了天子风神术 更参悟捉拳 身上有高高在上天子之意 瞬间就冷静下来 仙子真是一笑颠倒苍生 好歹我还有些定力 要不然定会臣服在仙子的裙下 郡王好定力 我并非有意 落伍道 我们天武玄门以姿态入道 既可做天魔乱舞 颠倒苍生 也可做天女散花 一举一动都蕴含影响人心之治理 这样 仙子若是能答应 在满足原魔神庙入侵之时 助我抵抗 顺便能够去我封地传道一年 教导下我的几个属下 那一枚七圣炼心丹 我乐意奉送 古城沙想了想 提出个要求来 就这么简单 落伍有些惊讶 不错 古城沙其实想想 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法宝 现在封地之中 格局已建设齐全 玄武宝宝吸收仙气 孕育九剑宝贝 让城堡变成真正的人间仙境 自己有祭天福照 一见一铠 如果再要其他法宝 那是贪多不烂 当务之急 就混世魔原神庙 报复自己的事情 若能拉得到天舞悬门下水 那就容易了许多 还有就是 落伍颠倒苍生 如果能在自己封地居住一年 那不知多少权贵显赫都蜂拥而来 能够使得封地之中 收入人气大大增加 这就是经济之道 所谓经济 今世即明 如此甚好 我就答应了 落伍想想也没有什么 等宴会结束 皇上召见之后 我就去你领地转转 一言为定 古尘沙约定好 转过头对楼拜月道 郡主 我们两人封地临近 还有许多 往来未曾打通 七圣恋心丹之事好说 等过后详细聊 看来 你有重要事情和我说 楼拜月发现 古尘沙神色有些不对 的确很重要 古尘沙点头 他知楼拜月忠于皇上 觉得太师文宏说 天福大帝要消失的话的 和楼拜月好好沟通下 万一事情真的发生 就有个万全之策 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 陷入必死境地 那好 宴会后详谈 楼拜月答应下来 他的目光看向远方 老大来了 果然远处 大皇子古横沙走过来 老十九 你手段很强 大皇子古横沙身穿如服 不似皇子 而四个书生 和当日那盖世霸主的模样 大有不同 但他的左眼深处 有血色符纹 右眼深处 则有漆黑的漩涡 不知修炼了什么魔功 让人看见之后 就觉得心生寒意 大哥何出此言 古尘沙也知道 迟早要和这老大对上 你从我府邸之中 拿走的东西 我迟早要取回来 大皇子古横沙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鸡 我母亲留下来的东西 我也迟早要取回来 古尘沙没有丝毫拒异 大哥要像小时候一样 起欺负 我也没有那么容易呢 很好 大皇子古横沙 冷笑连连 你要招安保育国 这件差事想要办下来 我看是很难 不劳大哥费心 古尘沙就知道 海上是古横沙地盘 自己让龙云回去当将军 又让玉寒路当了商部的司长 几乎一收破坏了他海上布局 让他利益大大受损 对方恐怕要和自己拼命 既然 你要硬和我作对 那就不要怪我 大皇子古横沙点头 冷冷看了楼拜月和洛武一眼 转身就离开 老大终于把魔功修成了 他左眼那血色符文 就是炼于血池真气 用自身定力 降服了血神残留意志 而他右眼的漆黑漩涡 就是永恒天书中的夜窝 楼拜月微弹手指 提醒古尘沙 原本以为他资质 也就稀松平常 想不到居然出乎意料 定是得到过奇遇 第133章 审判先道 老大此人本性邪恶 将来若出了什么事情 定会祸害天下 古尘沙也实话实说 他草菅人命 哪里有半点朝廷法度 老大有些事情 的确做得太过分 所以皇上 这次也驳斥了他 让龙云当上将军 在镇海后麾下做事 我看 他在海上的权力 已大受限制 楼拜月摆明 不会和大皇子交好 皇上对他颇为不满 就看他收敛不收敛了 若是坏了皇上大计 嘿嘿 楼拜月这两声笑 就十分不屑 看来他根本看不起大皇子 大皇子是诸多皇子之手 修为强横 势力庞大 母族更是出自圣人世家 哪怕是先到宗门 都不敢小事 楼拜月居然敢轻看 古尘沙心中不经狐疑 此女可能得到了某种依障 他手下的三乡 还在自己麾下做事 这些日子倒用起来颇为顺手 上下打理府务 和楼拜月封地沟通 通商来往 和权贵谈事 都比小义子等人要强 只有龙宇云和玉寒露 超越此三乡 但龙宇云现在回到龙剑岛 事情繁多忙不过来 而玉寒露也成了商部司长 到处为朝廷办事 也指望不上 当然 这两人暗中在朝廷 为古尘沙经营 也使得封地内获益良多 这几月盲荒的特产 已经打开了海外销路 而海外的许多药材 香料 海货也运送到蛮荒来 要不然的话 王志和兰露两人 也不可能制作出那么多的丹药 哪怕是古术 也需要各种药材配合 不单单是有虫子 就可以 王志和兰露如果不依靠古尘沙 自己寻找药材 还要被名门正派追杀 惶惶不可终日 不可能有此成就 诸位 请跟我来 皇上在乾宫设宴 款待诸位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在这园林门口出现的太监 他声音不大 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是六宫大总管高陵 在场许多仙道弟子 都是眼高于顶 是红尘于蝼蚁 但看见此人 都脸上出现了震惊之意 似乎十分忌惮 想不到当年魔道三十六宗的 六道魔宗宗主高天元 居然成了宫中太监 落伍也颇为震惊 陆陆续续的 就有声音传来 是那些仙道宗门弟子的惊讶 远古七十二仙道玄门 三十六魔道邪宗 一正一邪 相互对立 六道魔宗的地位和实力 都相当于七十二仙宗 排名前十的门派 那宗主乃无上之妙境 参悟六道妙法 天魔正宗 不知让多少仙道弟子陨落 这次前来的仙道弟子中 都是出类拔萃之辈 见多识广 隐约认出来了 大太监高陵的真正身份 六道魔宗宗主高天元 嘿嘿 高陵似乎听见了这些议论 回头一笑 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整个花园似乎变成了魔狱 诸位都是仙道弟子 高高在上 不理世俗法律 但我在这里告诫下大家 到了朝廷 就要讲究朝廷的规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等下见了皇上 诸位还不要失疑 一样要行跪拜大礼 这番话说出去 许多仙道弟子 脸上就有怒气 但不敢发作 他们凭借直觉 就感到 眼前这个高陵大太监的魔宫 简直遮天蔽日 撕裂苍穹 高公公这也是好业 大家不要往心里去 就在这时 前面又来了个太监 慈眉善目 是朝廷另一总管王公公 常悲魔宗宗主王悲 又有高明之辈认出来此人 别说是这些仙道弟子 哪怕古尘沙都震惊万分 他是未想到 经常过来传旨 还和自己接触的两个太监身份 居然是远古三十六魔道的宗主 仙道宗主高高在上 俯视苍生 为众生之巅 魔道宗主之手遮天 吞视河山 为妖鬼之祖 现在古尘沙修为身后了许多 苦读典籍 阅历也渐渐深厚 已经知道 远古三十六魔道宗主 有多么强 黑煞蝙蝠 阴阳秀士 百毒道人 血魂教主这些魔头 不过是小虾米而已 对于远古正宗 魔道传承来说 他们也就是个外门弟子 当然 这些小魔头在民间闹腾 天赋大地不去管 是为了锻炼自己属下的人能力 他身为无上大帝 不可能去管那些芝麻小事 就比如古尘沙封地中 有几个小蛮族奴隶造反 他也不可能亲自去镇压 而是几个小队长士兵就解决了 甚至还动用不到刘宇那个级别 需要天赋大地自己亲自出动的 自然是邪神那种级别 真正高高在上的神 同样 需要远古三十六魔道宗主 亲自出动的 就是这些桀骜不驯的仙道弟子 古尘沙可不敢小事了 在场的这些弟子 一个落伍的实力 就肯定比一名要强很多 雷天辉也比一名强 至于老三古范沙身边的那个少年 他也知道 肯定是范家最出色的人 这一群仙道弟子各个都不是省油的人 哪怕是一个都能把天下闹得翻转过来 更别说他们背后的势力 此时此刻 两大太监的出现 古尘沙似乎看见了天赋大地 在告诉远在东荒的群仙 你们也得给珍贵了 这是朝廷和群仙的博弈 古尘沙觉得自己在其中连棋子都算不上 实力太弱了 苦心经营一年 其欲连连 但在仙道宗门眼中 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 在两大远古魔道宗主的带领下 这群仙道弟子觉得很怪异 但还是跟着走 不一会儿 绕过层层宫阙 就来到钱殿 钱殿非常之大 空旷高广 苍穹上面居然是玻璃顶 阳光可以直射进来 数百的桌子摆在殿堂上 桌上有果子 倒是也平常 就是火枣和紫青仙桃 火枣和紫青仙桃 在民间和豪门是好东西 但对于这些仙道弟子 也就平常了 不过这些仙道弟子 哪里有心思挑剔 都把心思放在两大太监身上 六道魔宗 常碑魔宗两大宗主 站在大殿高高在上的宝座两旁 道魔妖三大势力 自古以来都势不两立 妖魔相互合作 而仙妖仙魔势如水火 不过看见两大魔道宗主 这些仙道弟子 并没有什么除魔味道的心思 这不是一般的魔头 是魔道祖师 要杀死这两人 至少需要十个以上的仙道宗主 布置大阵 把这两大魔道祖师围困住 然后花费时间慢慢练化 凭借这些弟子 那是被砍瓜切菜 一般杀掉 哪怕是再天才也没用 这些弟子坐定之后 突然就有声音 皇上驾到 天福大帝从后宫出来 端坐在宝座上 而臣参见父皇 所有皇子都上前跪下磕头 其他的仙道弟子迟疑了下 不过落伍最先出来 天武玄门弟子落伍扣见皇上 有他带头 这些仙道弟子纷纷离坐行礼 哪怕是再不服 在这里也只能跪下 且不说两大远古魔道宗主之恐怖 真正恐怖的 还是坐在上面的天福大帝 诸位起来吧 天福大帝抬了下手 这些仙道弟子连忙起来 各自对望 皆有木火 这是世俗中的朝廷 在他们心里面 是肮脏不堪的着实 而他们则是仙人 他们从来不会对什么朝廷官员 放在心上 现在还和那些世俗中的官员 一起跪拜皇帝 但他们是无可奈何 诸位肯定心里很不舒服吧 天福大帝看着下面 数百个仙道杰出弟子 直接出言 你们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一入仙道 就可以不受世俗法律管辖 视朝廷于无误 甚至连朝廷的官员 都敢以斩妖除魔之名杀害 今天正照你们前来 也是提个醒儿 以后无论是先是魔 都要遵守朝廷法律 别以为躲在山门里面 朝廷就奈何 你们不得 当然 你们如果出来为朝廷效力 朝廷也不会吝啬赏赐 这些弟子仍旧不说话 相互用目光交流 有几个脸色阴沉 眼神中居然有杀鸡 宣铁血喉上殿 天赋大帝也没有在意 只是发布旨意 听见太监的传唤 在外面等候的铁血喉 大踏不上殿 微臣叩见皇上 铁血喉身上的气势 极其强横 显然是不再掩饰 自己真正的实力 作为朝廷八大侯爷 中流砥柱 他专行杀伐决断之事 目光一扫 有些仙道弟子 居然就看见了 无穷无尽的战场 在战场中央 一面铁血大旗席卷天下 所到之处 战争之火焰 就燃烧到哪里 战神铁血旗 他是什么身份 传闻上古战神陨落 曾经留下预言 若此旗出现 就是他再度重现人间之事 雷天辉猛地一惊 不敢说出来 在这朝廷大殿之上 气氛骤然紧张 大臣们都到了吗 天福大帝问 回皇上 大臣都在殿外候着呢 铁血喉道 那就全部宣进来吧 天福大帝吩咐 是 所有成功 入殿境界 太监高陵发出声议 外面所有的大臣们 都鱼贯而入 楼冲销 方陵 文相 梁涛 朱夏 这些上书房大臣 除此之外 还有各部官员 也有上千人 都是朝廷最有势力的权贵 今天 能够在这里的官员 哪一个出去跺跺脚 都能掀起滔天巨浪 但现在也只能俯首贴耳 三败九寇 大殿之中极其宽阔 数万人都可以容纳得下 现在哪怕是有 数百仙道弟子 和上千成功 也根本不显得有任何的拥挤 铁血侯 你宣布下 最近仙道弟子 在民间干下的步伐之事 天福大地语气虽轻 但落到古尘沙的耳朵里面 不亚于晴天霹雳 难道 父皇要审判仙道 他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第134章 抓出来 天福两年 赤霄玄门长老忘记 为了寻找传人 在民间盗取孩童树时 带回山门 使得那些家庭父母痛心疾首 其中有五家的家人伤心而死 那是一脉单穿 还不容易有了儿子 一夜之间风刮过 儿子就消失不见 他们失去所有希望 铁血侯宣布了第一条罪状 这时候 天福大地白白手 眼神看向下面 哪位是赤霄玄门的弟子 在下赤霄玄门 真传弟子肖无尽 这时 有个年轻男子站立起来 也不怎么畏惧 眼神中还有不屑 仙道在民间收弟子 乃寻常之事 那些百姓的孩子 能够被神仙选中 那是无数是修来的善功 积累应得 才会有此先缘 他们高兴都来不及 怎么会伤心欲绝 据我所知 旺鸡盗去的那些婴儿 有的是为他种花养草打扫 有的则是豢养猛兽 有几个得到传授 但在门派争斗之中死亡 能够活下来的 只有一两人 这又怎么说 铁血侯问道 还有 旺鸡就算要收取弟子 为什么不直接上门 和那些孩童的父母说 争取家里人同意 萧无尽冷笑一声 修炼之路 本来就是一路坎坷 想成仙就要不惧生死 战场上每时每刻都在死人 至于直接上门 和那些孩童父母说 是枉然 那些凡夫俗子 哪里懂得仙道好处 和他们忘费口舌而已 萧无尽所说之话 在场的仙道弟子 都身为赞同 任何仙道门派 下山收弟子 都是看见资质好的 直接一阵风卷走 不可能去向父母讨要 孩子都是父母心头肉 你凭空来个人 说你孩子资质好 要带走修宪 那些父母不当做骗子 打出去才管 仙道要都是这样 那就没法收弟子了 按照大永律法 旁人要带走孩童 第一需要遵得父母同意 二还需要到官府 核准备案 否则就是盗取拐卖 连孩子的父母 都不能把孩子 当做私产进行买卖 铁血侯道 大永律规定 反拐卖孩童者 罪大恶极 不论男女老幼 一律寡刑 这么说 朝廷社把我们这些仙道门派 都凌迟处死了 萧无尽抱着膀子 也不怕 他这姿态 在许多朝廷成功 看起来 就是大逆不道了 军前师仪 也是重罪 大胆 礼部一个官员站出来 笑无尽 你军前师仪 该当何罪 还不跪下谢罪 好了 天福大帝白白手 今天正式宴请诸位 先到宗门弟子 也不是一定要打打杀杀 只不过和诸位说清楚 但有些门派事情 做得太过 步伐也不行 如今望机长老在门派身处 闭关修炼我赤销门 无上玄弓 赤销动神经 不知皇上要如何处罚他 肖无尽依旧抱着膀子 用目光环绕四周 似乎在嘲笑 其他仙道弟子 不敢出头 朝廷这次请我们来 是说参加宴会 久闻天福大帝法力高强 我们来到这里 是想目睹下风采 不是来听教会的 我们如何做事 自有宗门长辈教导我们 不劳朝廷费心 就算是上古之时 古天子得到天道认可 手持祭天福照 也得承认仙道宗门 其中弟子不受朝廷节制 这时就有仙道弟子站立起来 你是何人 铁血猴问 久见玄门真传弟子 剑成空 这个青年浑身就如口利剑 坐下的时候 藏在剑鞘中站立起来 锋芒刺破青天 古尘沙静静坐在一旁 看见这些仙道弟子 才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其中任何一个 自己都绝对不是对手 那肖无尽 剑成空的实力 在他看来 强横得不像话 任何一人站在他面前 都是压倒性优势 他甚至怀疑 自己加上一名 还有封地中所有高手 都不是其对手 这些仙道弟子 真是强 古尘沙悄悄对旁边的 楼拜月说话 那是当然 传承数万年的仙道大宗门 绝非而行 这次来的弟子 也是他们门中优秀人物 试探朝廷虚实而来 楼拜月看着这些仙道弟子 目光中多有细血 这次是皇上 要是他们心存敬畏之心 对朝廷法律以后 也要遵守 这些人会遵守朝廷法律吗 古尘沙可不相信 仙道自古以来 就没有这个习惯 哪怕上古天子在 也得对仙道客客气气 看着吧 楼拜月不说话了 静静观察事态发展 远古天子做不到的事情 朕就未必做不到 时间过去了数万年 规矩改变了 天福大帝发出来声音 朕要重整天地之规矩 让一切都有法可循 仙道也不例外 萧无尽 你说忘记在山门深处 修炼赤霄洞神经 是不是认为 朝廷就无法抓他 那就请朝廷派人 去我赤霄宗门 等待长老闭关出来之后 一起对峙 萧无尽有恃无恐 这个也简单 天福大帝手掌抬起来 当空一划 顿时 虚空之中裂开 在那深处出现了 巍峨群山 在群山之上的云端之中 耸立着巨大宫殿 宫殿不知几千里 周围不知有多少 重光芒和符文包裹 霞光亿万道组成了金色锁链 牢牢锁在虚空中 仔细地看去 在那宫殿外围 还有许多太古异兽生活 是供仙人驱使的 此宫殿山门威额雄壮 根本不是人间 赤霄玄门的赤霄宫 这时候 有的仙道弟子就认出来了 仙道圣帝 正宗玄门 万魔不清 万谷耸立 自古以来 赤霄玄门 不知道出了多少仙人 天福大帝把手伸了出去 众人就看到 一只无边霸气的剧长不停扩大 几个呼吸之间 就笼罩了那巍峨庄严的赤霄宫 这大手就是天福大帝的手 他的手连天都覆盖住 赤霄宫似乎受到压迫 上面冲出亿万道仙芒 但这大手稍微挥动 便把所有仙芒打灭 然后 无数的人影从赤霄宫中冲出来 催动法宝 各种神通手段 纷纷朝着那大手进行攻击 几乎是重新演绎了仙魔大战的情景 大手在挥 仙人如雨点被扫落 根本没有任何攻击 可以对此手造成任何伤害 就是瞬间 仙道72元谷 悬门之中的赤霄悬门形同虚射 被大手完全攻破 从最深处提出来各一个人 天福大帝收回手掌 那虚空裂痕也消失了 他随手朝着殿堂下面先一丢 顿时 就有个道人滚落下来 这道人全身赤气 眉毛如剑 双目凌厉 身上霸气浓烈 不用看就知道刚猛爆裂 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杀戮战斗 才养成如此气势 忘记长老 肖无尽立刻就认出来 这是门派之中最强长老之一 居然就被天福大帝 直接中山门深处抓了出来 要知道 远古72宗仙道悬门的山门 不知道经过多少岁月的熬练 哪怕是无上天魔和邪神都奈何不得 要不然早就灭门了 但现在天福大帝随意一抓 居然没有人抵挡得住 整个山门 数万年的仙道传承 神话中的仙人 挡不住一只手 铁血侯 天福大帝吩咐 微臣在 铁血侯大踏步上前 赤销悬门长老旺姬 拐走孩童 触犯法律 按律当临迟处死 但念在身为仙道宗门 平时斩妖除魔 也素有功绩 就免除死罪 戴罪立功 天福大帝传下来旨意 命其为民间开山修路 治病救人 采矿炼铁服劳役三年 才允许释放 是 铁血侯对着抓出来的旺姬长老道 旺姬 这次就是皇上开恩 让你在民间做善事 弥补你以前的过失 你觉得如何 天福 你道行逆施 必遭天谴 你长久不了 你侮辱仙道 更胜邪魔 我看 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旺姬长老破口大骂 戴下去 天福大帝不以为然 仙道也讲究积累善功 朕让你多做善事 为百姓造福 居然还不服 实在是冥顽不灵 这时 大殿外面进来两个士兵 直接拿着锁链 套着旺姬长老脖子 就扯了下去 在场的仙道弟子 都鸦雀无声 有些也就把杀鸡收敛了下来 萧无尽和剑城空对望两眼 只觉得深深无力 本来他们有恃无恐 但天福大帝太强了 哪怕是躲入山门之中 都无法逃脱法律制裁 当朝廷的力量 把他们背后一仗打得粉碎之时 他们也就觉得 所有勇气全部消失 铁血侯 继续宣毒 天福大帝再次挥手 铁血侯当下一件件 把这些年所有仙道弟子 步伐之事都罗列出来 证据确凿 在场的仙道弟子 听得面面相去 他们也没有料到 朝廷居然把那些事情 都查得如此清楚 足足宣毒了两个时辰 终于宣毒完毕 诸位也听到了 天福大帝静静听完 这里所有社稷之人 限半年之内 到衙门投案自首 可以从轻处罚 若是过了半年期限还不投案 那就怪不得郑和朝廷 你们可以去通知门派中 犯案之人知道 像旺鸡这种人他 虽然骂朕 但只要能够为民做事 朕也不处罚他 第135章 三人组 这是朝廷彻底让仙道宗门归一啊 古尘杀心中想了很多 仙道中人实力极强 一见就可毁掉城池 如果能够让他们做事 也是效率极高 一鸣催动仙天钢器挖池子 数百人要干一个月的活 他半个时辰就干完 宴会进行了半天 气氛很是紧张 仙道弟子哪怕是再不服 当下也只能忍耐 听着天福大帝在上面讲法 讲民生 讲朝廷规矩 诸多大臣都是暗暗心头快意 尤其是一些儒门的大臣 讲究制式经济 就看不惯仙道逍遥法外 高高在上 现在纷纷要臣服于朝廷 就觉得道统纯正 朝廷鼎盛 百先俯首 不过天福大帝虽然当场示威 并没有杀人 也没有废除仙道中人的功力 哪怕是肖无尽和建成空当堂顶撞 也是轻轻放过去 天武悬门落伍 就在这时 天福大帝吩咐 落伍叩见皇上 落伍出来拜祷 前些日子朕单独召见你 你愿意为朝廷做事 朕心甚畏 天福大帝道 今天朕当着众人的面 就允许你天武悬门在民间招收弟子 同时可以开设天武学堂和朝廷合作 多谢皇上 落伍脸上就有喜色 你这样的人才肯为民做事 朕不会吝啬赏赐 天福大帝五指张开 有道彩虹降落下来 环绕在落伍周身就化为了剑侠衣 这是朕以法力凝聚之一 可抵杀劫一次 有此一护体 哪怕诸神一击都可安然无恙 皇上法力无边 超越上古天子 天武悬门愿为朝廷效力 落伍之道 天福大帝的实力横扫诸天 拿捏三剑 虽然这件衣服是一次性防御 但却等于多了条命 诸位愿为朝廷效力的宗门 可和岳父郡主商议 再由他汇报给朕 天福大帝再道 此事岳父郡主为主 陈郡王 华亲王为府 专门对接朝廷和仙道之事 遵旨 古尘沙听见点刀自己 连忙出来 朝廷对接仙道是真正的大事 天福大帝让楼拜月为主 自己和老四为辅 这就是信任 也代表着别的皇子 似乎开始失宠 不过古尘沙渐渐明白 自己是真的心有天下 愿意为黎明苍生做点事情 而其他皇子只知道争权夺利 无所不用其极来提升自己实力 甚至不惜霍乱天下 如老大 老七 老十 老三 都野心勃勃 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 天福大帝宣布了这一系列大事之后 似乎异性所然 你们这些仙道弟子 也不要惊慌 朕规矩你们 其实也是为了你们的修行 多和红尘接触 了解红尘疾苦 才能知道什么是仙 朕的修为 全部是红尘中参悟 说吧 他已离去 宴席散 请诸位遵照之序出宫 大太监高陵 高升疾呼 古尘沙就要随着朝臣离开 王公公走过来 岳父郡主 陈郡王 华亲王 你们请跟我 皇上要单独见你们 遵旨 古尘沙就敢几道目光 激设在自己身上 是老大 老七 老三 老师等皇子的 这些皇子极其极度 但无可奈何 三人在王公公的带路之下 走入深宫 此时古尘沙已知道 这王公公乃常被魔宗宗主王碑 他不敢轻举妄动 此等魔道祖师一举一动 运转造化之机 只怕能把他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倒是古华沙满脸笑容 拉着王公公说话 王宗主 听说你的碑权 已到天地同碑之玄妙境界 能否指点我两招 老奴如今 是陛下奴才 早已不是魔道宗主 四爷万不可说笑 王公公连忙道 所谓碑权 乃成自上古巫道 修炼此权 要违逆本心 所谓碑 上为非 下为心 非心之道 是为碑 四爷既然领悟出来自己的权道 此权不学也罢 再说 陛下修为强过老奴万倍 四爷和陛下是父子 若虚心好学 能得陛下指点 那才是真正无敌于天下 我什么权都想学 万权荣为一如 也能够独树一掷 古华沙潇洒自如 说话之间 三人已到另外的小殿之外 这小殿堂 很是精致和朴素 皇上在里面等三位呢 王公公站在一旁 三人踏入殿中 正要跪下行礼 听天福大帝道 不用行礼了 坐下吧 古尘沙抬头 看见天福大帝 站立在一副星图面前 无尽星辰漩涡 不停流转 使得人想到 宇宙之深邃 天地之辽阔 你们三人对于接洽 先道进入朝廷的差事怎么看 天福大帝问 皇上 先道传承自远古 法力高深 七十二玄门 极有通天彻地之能 若能以自身实力 造福百姓 乃天下苍生之福 不过他们个个都高高在上 是凡人于蝼蚁 皇上想要 使他们为朝廷办事 也不容易办到呢 蝼拜月直言不讳 远古人类有圣人 修为超过那些仙人许多 但他们留在尘世 传到寿业 留下万古佳话 我觉得 要以那些圣人的德性 来感化先道中人 古尘沙提出自己意见 他服用过七圣恋心丹 就知道 远古人类七大圣人 的确是悲天敏人 心怀苍生 道德楷模 仙道和圣道是不同 仙道缥缈出尘 讲究去人性 和天道 圣道则畏举大义 怀苍生 教化天下 古华沙道 不过究竟是圣道这些年 渐渐影响了仙道 仙道之中 也讲究行善积德 做正义之事 我觉得 可以把圣道融入仙道之中 两者结合起来 倒是不错 天福大帝目光威有赞许 这件事情 要办下来 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拜月说得好 仙道中人 若真是能造福百姓 天下该是何等盛世 他们也是从黎明之中出来的 一朝奇遇 脱离困难 就冷眼旁观众生挣扎 于心何人 父皇 我等必定办好这差事 古臣杀道 仙道那些弟子虽强 大尔臣有信心和他们周旋 很好 天福大帝点头 你最近做得很不错 重创混世魔缘神庙 招纳古独宗之人 让他们驱虫炼丹 治病救人 使得蛮荒虫灾大大减轻 这功劳就超过了小时 他们 古臣杀莲盲道 这些都是尔臣应该做的 不敢称为功劳 也是依仗父皇神威 要不然此等做法 早就被那些仙道中人 找上门来斩妖除魔 喊打喊杀 以尔臣的实力 和仙道弟子 差得很远 你这话就说到了点子上 天福大帝皱眉 你们三人 小四最为出色 道 还能和那些仙道弟子交手一二 拜月则是未到觉醒之时 而十九你最弱 当然我也能够瞬间使得 你们变成绝顶强者 甚至成为神也不是男士 但有些路 还是要你们自己走下去 一切都有我来 那我的存在 有何意义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叫众生自立自强 最终没有我 也能够在这艰难的世道之中走下去 而且走得稳当 不会倒下 仅此而已 听见天福大帝这番话 不知怎么的 古尘沙内心深处 涌出一股不祥来 其中天福大帝有句话 让他更为震惊 那就是让他们成为 神都不是什么男士 神是什么 那真是运转天道 参悟造化 几乎不朽 生死幻灭于一念之间 谈指尖可以把微臣之地 化为洪荒 多少修仙之事想 成就神位而不得 哪怕是上古天子 手持祭天福照 真正获得天下 凝聚天子之气 策封神灵 那也就是策封而已 不是把凡人直接提拔成神 被策封的那些人 修为实际上 已经无限接近于神 像把古尘杀 楼拜月 古华杀这三人 直接变成神 这是何等境界 天道都未必有可能 但天福大帝说起来 不是什么难事 这又是何等的神通 命运造化 生生运转 哪怕是神也难逃陨落 天福大帝的声音 古老又苍凉 我若是定了你们未来的路 那也等于断了 无限之变化可能 三人都沉默 他们自然是听不懂 天福大帝的话 这位皇帝在他们眼里 既在眼前又在无限远处 不可触摸 总觉得是个遥远的梦 不怎么真实 人间帝王 哪里会有如此强大 上古天子 哪里会有如此强大 诸天众神 哪里会有如此强大 然而此时此刻 这个强大的人 就站在自己面前 和自己说话 这是不是一场梦 正一时想到了未来 天福大帝白白手 气氛变得活络起来 知道的太多 随意都可以看穿 未来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白远 你觉得有朝一日 朕突然消失了 这天下会变得如何 皇上 楼拜月发出惊呼 他不敢想象那一幕 不要紧 直言不讳 天福大帝看着屋顶 似在透过屋顶 在看苍穹之上 那不可触摸的天道命运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缘起缘灭中有时 想必你们也知道 朕的所作所为 打破了某些亘古以来 就存在的规则 这过去现在未来之中 能奈何阵的还没有 皇上 楼拜月定了定神 若是皇上突然消失 天下立刻四分五裂 被压制的仙道会 疯狂对朝廷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 蛮族和邪魔 妖族也会爆发出来 对天下百姓泄愤 仙魔妖神四道 被皇上压制得太狠了 他们对皇上无可奈何 但会把这份痛恨 转移到朝廷和天下百姓身上 第136章 刚气无穷 若是天下大乱 你们三人可否会稳定局面 天福大帝在问 臣虽有心 但修为浅薄 别说阻止仙魔妖蛮 报复朝廷 哪怕是对上个仙道 杰出弟子 都无能为力 楼拜月实话实说 本来臣是眼高于鼎 但这次皇上 召集仙道弟子 前来参加宴会 让臣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其中任何一个 都不是臣所能对付的 古臣沙听见这话 就知楼拜月的实力虽强 但也有限 他踏入道径 也就比自己早几个月而已 虽有许多秘法在身 但总归有限 实力不论 有心就好 天福大帝道 你们三人都是有心未明 朕这才单独召见 想必你们也听到什么风言风语 朕迁都之日 就要祭天 那时说不定会发生异象 你们有个准备也好 果然 古臣沙心中一动 朕灭百国一统天下 平蛮荒建兴都 天下人口 在这十五年来增加了数倍 人口本身的寿命和能力 也强大了数倍 除此之外 朕今天已经开始 让仙道也纳入朝廷体系 那些仙道宗门 也就是属于我大勇朝廷 遵守朝廷法律 如此一来 哪怕是上古天子最繁盛之时 也不及此时百分之一 这等大势祭天之时 气运足可以影响天道 使得天道一变 天福大帝平静地述说着 我今天召见你们三人 主要就是让你们 有个心理准备 你们既然 承受了招纳仙道之事 也就要承担因果 祭天之时 恐也有结束 以后更是会磨难重重 你们不会后悔 而臣不后悔 臣不后悔 三人连忙回答 很好 天福大帝很是满意 磨难越多 成就也就越大 仙道自古不纳入朝廷 有很深层次原因在内 这也是天地之间的规律 朕把他们强行纳入朝廷 其实已经打破了 天道之间的平衡 三人静静地听着 他们的境界 根本不懂这一层 不过古尘沙 对于天子之气非常清楚 国家鼎盛 人口众多 百姓强壮而有志 各个自强不息 奋发向上 天子之气就会十分浓烈 然而这是有个极限 如果太强了 就会有结束 比如皇帝麾下的臣子 能立下功劳 皇帝就会喜欢 但功劳太大 就会功高震主 难免会落个凄惨下场 皇帝是上苍的臣子 照样如此 本来天福大帝这些年 已经把大永朝建设到了巅峰 这倒还罢了 这次居然还要把仙道整体 都纳入朝廷体系之中 就是突破了天道极限 皇上是否已经把魔道 纳入了朝廷体系之中 楼拜月突然问道 臣也没有料到 高陵公公和王公公 居然遛到魔宗 和常碑魔宗的宗主 若是他们魔性大发 难以压制呢 这些阵都心中有数 天福大帝直言不讳 天公院多是魔道中人 若不是他们 天下也不会有如此发展 天公院的两位院主 鬼府和神公 就是阎罗宗和原罪宗的无上祖师 被朕说服 加入镇治麾下 阎罗宗 原罪宗 古尘沙从古书中读到过 此两大宗门是魔道之源头 一切罪恶之尽头 你们这件事听听也就可 天福大帝思考了下 朕要你们 半把仙道纳入朝廷之事 以你们的能力 的确也十分困难 朕也不能直接提升 你们修为 能够给你们一些机会 说 你们现在最想要什么 父皇这是在考验我们 看我们需要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对修行有好处 同时看我们选择的路 是如何走 古尘沙心中暗想 当下他开口 父皇 儿臣一直希望能够读遍天下书籍 学到天下知识 若能进入皇家书库再度学习 薄兰典籍 就平生再无遗憾 也不必 天福大帝首一挥 有本薄薄光书 就落入古尘沙手上 此书之中 就包含皇家书库所有典籍 你回去之后 滴血齐上 就可用观看 多谢父皇 古尘沙连忙跪下谢恩 想不到一本薄薄光书 居然可以容纳皇家书库 所有典籍内容 他都迫不及待要打开阅读了 他本身就极其爱读书 常常手不识卷 在小时候 他因为没有各种资源练武 只有苦读典籍 这就养成了习惯 在封地城堡之中 这些日子 收罗了各种各样的书籍 史书 文学 诗词 农丧 武学 天文 地理 占卜星象都有 但他的藏书 又怎么比得上皇家秘库 你们呢 天福大帝问楼拜月和古华沙 皇上已经传授我够多的东西 现在我还未练成 贪多不烂 不需要什么 楼拜月思考了话才开口 不错 天福大帝看向古华沙 而陈参悟自身玄宫处于关键时刻 也想靠自己力量 古华沙表示不需要 看来你们三人都知道 以后路如何走 天福大帝略微满意 既然如此 就退下吧 三人连忙退了出去 走了半个时辰 出得这行宫 你不是有事情和我聊吗 楼拜月停留下脚步 看着古城沙 此地也不方便说话 古城沙对古华沙道 四哥 也一起商议吧 我主要是想说 如果父皇突然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如何应对 刚才父皇找我们 也是述说此事 去我府邸再说 楼拜月摆摆手 三人进入了另外一条街之中的 楼拜月府邸 这是他最新修建的座大院子 有几十亩大小 虽不算大 也层层叠叠 有几分身忧 风水阵法 就是纯粹聚集灵气 在府邸中养了许多武士 几人在府邸书房中坐定 古城沙首先开口 咱们要想个万全之策 此事无任何办法 古华沙纵然是奇才 对此也一筹莫展 现在天下可谓是势如骑虎 也只有父皇才能压制 操纵乾坤走势 如果父皇消失了 哪怕是来个上古之神 也镇压不住局面 当务之急 是我们三人要团结一致 楼拜月也皱眉 纵然他心比天高 也知道自己在大事面前就是蝼蚁 皇上单独召见我们三人 也是如此 不错 彼此合作 不存递解 古城沙拿出两个金色的瓶子 这是我从混世魔缘神庙中 获得的七圣炼心丹 就分别赠送四哥和拜月你 也好提升你们修为 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 楼拜月和古华沙相互对望一眼 彼此都感觉到古城沙的诚意 都把七圣炼心丹接了过来 楼拜月更是打开瓶子 直接把此丹吞服 一阵金芒闪烁 他双目之中 居然有了黑白阴阳混沌之色 不错 上古人类七大圣的道运非同小可 我从其中感悟到 许多平时未曾参悟的智力 他手掌一抓 顿时体内上百个爆炸声响彻起来 一股先天刚气从掌心经脉中狂涌而出 眨眼之间 房屋墙壁就出现了一个孔洞 无声无息 似乎消融掉 那先天刚气穿过墙壁 丝毫没有损耗 紧接着到达院子甲山之上 把甲山也打穿 然后再次打到另外一堵墙上 也照样打穿了 这才消失 先天刚气 古华沙有些吃惊 威力居然如此之大 难道这就是父皇的大图审法 不错 楼拜月点头 我倒是迟迟突破不了这一关 体内灵气倒是聚集雄魂了 但无法 最终凝结喷波而出 但刚才聆听七圣道运就参悟了 古尘沙看在眼里也惊骇万分 先天刚气的威力 它是知道的 这房屋的墙壁 还是钢铁 混合时你所致 坚固异常 先天刚气固然能轰开 但也会消耗不少 而且先天刚气打出去 是爆炸性的 直接会把墙都炸破 而楼拜月的先天刚气 则是把墙壁融化了 这种凝聚力已到了匪夷所思之境 如此威力 恐怕道径七遍八遍的人 都不是他对手 况且 他刚才只是随意一击 只用了三四成的力量 如果全力以赴 不知道会有多么强横 拜月 你全力发出先天刚气 能有几机 古华沙问 这是最关键点 出入道径六遍的人 凝聚刚气做多能打出几机 不超过十机 而那些天生奇才 经脉强横的人 可以打出数十机 甚至百机 无穷无尽 威拜月深深出了口气 说出四个字 不可能 古尘沙和古华沙道 古华沙摇头 人之学窍和丹田储存有限 哪怕是天生圣人 也不会无穷无尽地 发出来先天刚气 据我所知 那法无先资质乃 天生圣人 他在道经六遍之时 也只能打出上千计 法无先算什么 威拜月冷笑 他和皇上比起来 相差十万八千里 皇上的大徒审法横扫无敌 其中精妙之处 神都不能理解 古往今来 圣人不缺 但皇上只有一个 古华沙想想也是 天福大帝古往今来 可谓是最强者了 他创造出来的功法 又岂是什么圣人 什么神灵 可以比拟得了的 但先天刚气 无穷无尽他 还是不能理解 宇宙次元 无限无穷 人体本身 也就是个通道而已 威拜月道 就如连接水塘的管道 只要水塘中有水 那就会源源不断 第137章 道经三遍 大徒审法和大吞审法 结合起来 可以横扫任何 盖世奇才和天生圣人 甚至天命之子 威拜月颇为感慨 可惜皇上说 此法只能我来修炼 其他人都不适合 或者说我是个试验品 也不知道成否成功 还是失败 若我能够成功 那天下人皆能修炼 若我不能成功 那自然是生死盗销 居然有此勇气 古尘沙听见这话 好像第一次认识 威拜月似的 我倒是想找机会 和你较量下 看看此法 有如何精妙之处 他自创桌拳 现在正需要 各种战斗充实自己 此法威力极大 动则要人性命 我也控制不住 若能收放自如再说 威拜月摇摇头 那就算了 古尘沙已看出 大图审法杀戮无敌 还真不好抵挡 多谢你赠送我 七圣恋心丹 连同上次虎狼丹 我一共欠你两份人情 威拜月似笑非笑 上次你送我虎狼丹 我一直没有礼尚往来 你是不是觉得 我贪得无厌 你想太多了 古尘沙哑然失笑 虎狼丹对于我来说 也不是什么稀罕物 送就送了 你们若是需要 我还可以提供一大批 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奇遇 威拜月倒有些惊讶 但也不多问 我还真需要大量虎狼丹 但也不会白要你的 这是两枚龙灵 可以融入你的剑和铠之中 提升你铠甲和剑的能力 说话之间 威拜月在自己手腕一枚玉镯上 轻轻摩擦 手上就多出两片 巴掌大小的鳞片 此鳞片沉甸甸 上面天然鸣刻了许多符文 一股无边无际 类似于玄武的威能 冲涩了整个屋子 古尘沙身躯不禁向后仰 感觉灵魂收到了 来自于太古洪荒神兽的压迫 龙灵 什么级别的龙 居然有此威压 古尘沙金汉 你的手镯 是洞天极法宝 这是上古亡龙的灵片 我从上古天子虚的残留目的中获得 两枚 换取你的那些虎狼丹 和七圣恋心丹也够了吧 威拜月又摩擦了下玉镯 这镯子的确是洞天极法宝 也是我从上古旭的目的中获得 洞天极法宝极其难得 哪怕是上古仙道悬门之中 也少之右手 不过你母亲给你留下来的那巨灵神戒 也是洞天极法宝 其中蕴含空间 可惜 现在落到老大柿子古弹剑手中 巨灵神戒 居然是洞天极法宝 古尘沙身之洞天极法宝的玄妙 它出入各种危险境地 全靠日月祭坛 才没被发现 不然 你以为献朝会拿稀松平常的东西陪价 本来此戒是留给你的 让你在诸多皇子之中脱颖而出 楼拜月把龙灵递了过来 古尘沙接过龙灵 抚摸着上面的符纹 直觉阵阵龙气 通过毛孔渗透进入身体 给自己精神极大压力 它轻轻一动 让大龙凯包裹起来 等回去之后 再练化融入铠甲中 吃龙凯居然让你变成了王龙凯 也不知你怎么练制的 楼拜月颇为羡慕 我的那套寒冰吃龙凯 经过了多次天鹿淬炼 也不过就是大龙凯的级别 能够飞行 可远远没有王龙凯如此之多变化 你凭借此凯 一般道进八九遍的强者 都奈何你不得 拜月 你发现没有 此王龙凯发生了新的变化 居然可以自己吞吐灵气 古华沙道 这是已经凝聚猿灵 哪里是一般王龙凯所能比拟的 我早就察觉 他的那口剑也是如此 楼拜月点头 不过这是属于你的秘密 我也不多问 我从混世魔缘神庙中 得到了些奇遇 古尘沙道 不过这也非常危险 想必隐瞒不了多久 混世魔缘神庙的高手 随时都会来进攻 还希望你们前来助我 这个没有问题 古华沙也打下来了封地 我们三人封地相互联手 倒也实力大增 那就说好了 古尘沙心中安定 有楼拜月和老四的帮助 在笼络下天舞悬门 也就差不多了 三人又各自 商量了具体封地合作之事 直到晚上才各自散了 古尘沙催动王龙凯 飞回自己封地 王龙凯现在能自动吞吐灵气 缓慢进化 等于是修炼成了腰 飞行速度也是急速增加 几乎是一个时辰 就到了封地上空 缓慢降落下来 回到自己书房 在封地上空的时候 他感觉一股若有若无波动 顷刻环绕周身 感受到自己气息顿时欢快起来 不错 这城堡中阵法 已经有了巨大效果 古尘沙知道 那波动是整个城堡中的阵法笼罩 若是感觉到异样气息 就会立刻对其进行鉴别攻击 自己是城堡主人 用鲜血祭练过那金服 混世魔缘神庙 也有这样的阵法 当初自己是 获得了影祭祀的令牌 才得以通行无阻 要不然也会被发现 落入自己卧室书房 古尘沙看见那玄武卵 还在不停地吞吐仙气 渗透进入地底 大地深处 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生机 他深深呼吸了口空气 空气进入身体 和血液结合 就有暖流环绕周身经脉 坚韧体魄强度 强化经脉 甚至还上升到大脑 和冥冥之中精神结合起来 让人从灵魂到肉体 都得到极大精化 这就是仙气和地脉结合 涌出来的神庙之处 古尘沙威喜 在这城堡中居住的人 不用说修为一日千里 连铠甲兵器都会得到精化 他有6300套脚胶铠 日常维护都不是件容易事情 必须要放在聚灵阵中保养着 现在就完全不用 放在仓库内直接就可以了 那些绞交铠长时间 吸收仙气和地脉的变化 可能在数年之内 会净化成为赤龙铠 至于那些白虎精精战刀 也会越来越锋利 哪怕是储存的粮食 都会成为比大力蛮牛肉更好的食物 其他再重要材 果树更是会被鲜化 无论是火藻 还是紫青仙桃结果的速度和品质 都会远远超过平常 仙境生王龙铠 和降魔之刃 远古王龙的灵片 传闻是炼制法宝最好材料 古尘沙修为逐渐精深 日月炼制中 许多炼制法宝的窍门 也逐渐参悟 对于炼制法宝 虽谈不上有多厉害 但也渐渐就有些心得 日月龙火 他献祭鲜血 召唤来日月龙火 熊熊火焰 在那两片龙铃上燃烧 平常的火焰 根本奈何不了 这远古王龙的灵片 哪怕是极强高手的元神之火 也奈何不得 但日月龙火乃 天道献祭所得之火 简直可以随心所欲 连天魔射力都可以炼化 日月龙火断烧着龙铃 这龙铃就开始软化 化为许多符文 然后和剑 铠相互结合 古尘沙则是一遍遍在剑铠上绘制符文 把自己鲜血容纳进入其中 同时注入自己的精气神 心血和精神大量消耗着 他就有些虚弱 连忙服用天鹿弥补 天鹿还有两桶半 服用起来可以肆无忌惮 若不是献祭了那邪神血肉 他休想把玄武卵孵化 也不可能把铠甲和剑 都修炼到这种程度 日月之炼 天地变化 龙入骨髓 神之蜕变 古尘沙也不知道炼制了多久 突然一点 那两片龙铃 彻底被日月火龙燃烧 融入剑和铠之中 剑悬浮起来 化为了小小的龙 在不停游走 而王龙铠 也化为了同样的小龙 和剑相互追逐 居然组成阴阳循环 古尘沙心血沟通 一感觉出来剑和铠 吸收掉两片上古神龙鳞片之后 明显产生了新的变化 日月双龙 古尘沙看见两小龙游走景象 突然对于日月龙此事 有了全新领悟 他站立起来 摆出不同姿势 也好像条龙在游走 双手如龙爪 打出层层幻影 抓住这剑铠变化的小龙 顿时之间 剑铠中刚刚融合的 上古神龙鳞片精气反馈回来 和他的血液结合 咔嚓 他体内的那缕结成珠子的仙气 顿时炸开 和精气血液混合 亲密无间 而他体内一股气息 刹那之间 冲破脑后预诊穴 打通了周天 所有隔膜之间 都是滚滚灵气相互流淌 他的皮肤向内紧缩 整个人居然小了几分 骨骼压缩地咔嚓咔嚓作响 但无穷无尽的力量 从筋骨隔膜之中生腾而起 呛 他全身爆发出金铁浇明之声 每寸皮肤和骨骼 都有金属的味道 肩不可摧 此时此刻 已经不是人类 道径三变 铜皮铁骨 终于练成了此种境界 碰 他拿出煤火符枪 朝着自己身体就开火 那子弹打在身上 爆出巨大火光 只震得他气血稍微虚浮 皮肤血肉都没出任何问题 很好 我的道径三变 铜皮铁骨之境界 就比其他高手要强横很多 如果更一步 到达道径四变 五脏六腑如熔炉的话 那就气血都不会虚浮 古尘沙检查自己身体 心中威胁 练成道径三变铜皮铁骨之后 他的力量再次大增 哪怕不用降魔之刃和王龙凯 都有恐怖杀伤力 日月龙皮 日月龙灵 日月龙巾 日月龙血 日月龙骨这些身体各种变化 也都练得略微有所成就 很满意自己变化 他就拿出来天福大地所赐光书来 看看这薄薄一本书籍 是如何容纳整个皇家书库的 所有典籍和内容 第138章 论记 翻开光书 上面没有字迹 就是层层叠叠的光芒 他把自己鲜血滴上去 光芒立刻平息下来 他就觉得自己灵魂似乎到了书之中 那是一片巨大的空间 许多书籍都悬浮在空中 分了类型 天文地理 金石子籍星象 战步武学诗词等等 无所不包 古尘沙这是意念进入书中 他意念一动 就有本书被翻开 上面内容清晰可见 是本少五密点 乃是很久之前 一个朝廷编修的典籍 上面有许多真知灼见 从人的最初修行道 踏入道境的各种变化 都讲解得很清楚 里面功法不是很高深 理论知识很丰富 很多细微的武学理论 古尘沙以前都没有领悟到 现在细细看来 获益良多 他其实从出窥门禁的武夫 一直到武学宗师 都是因为获得了熊狼莽的大力 直接突破关口 并没有真正苦练 有那种层层突破的滋味 这就导致他的武道参悟上 还是有些瑕疵 现在从头学习基础的武学理论知识 在胸中酝酿 反复推算 再次重温自己突破的时光 他脑海深处一面看书 一面观想出来另外的自己 很弱小的时候 再苦练武学 步步为营 这是少五密点 中记载的就梦重塑法 能够使得自己的武道人生 更加圆满 一心二用 他是游刃有余 觉得还不够 又取了一本书 是本上古天子实录 是上古很多学者记录的 他也细细研读起来 这就是一心三用了 我倒是要看看 自己的极限 是一心多少用 他又取出几本书 是无尽大陆地图册 上古诸神祭石 星宿罗列 上古圣人世纪考证 魔道源头考证 山川地里龙脉走势与风水 灵气培育草药 这些书籍他同时看着 一心实用 就感觉脑海中 走马观花式的变换 纷纷而来 纷纷而去 有些散乱 他便知道 一心实用是自己的极限 把九本书读完 外面已经过去数天 积累了很多知识 他思考了半天消化 这才站立起 活动筋骨 看着外面烈日高悬 但城堡中轻风吹来 十分惬意 整个城堡充满了生机 在远处练兵场中 五千士兵在不停地训练 吼声如雷 他们体魄强横 手持白虎晶晶战刀 晃动之间 精妙刀法就催动出来 泼水不进 五千士兵最弱小的 都是出神入化武学大师级别 其中居然有 接近百位的武学宗师 石中铁火 同几位巨石猴麾下的将军 在训练他们 在另外一处 比较小的学堂中 一名在底王志 兰霍 刘宇五人 还有小义子 龙再飞 龙宇侠 龙宇红 和几位最新提拔的 中心知识讲课 一名说完之后 石中禅也上来讲课 众人都在勤勤恳恳地学习 一名的知识毕竟有限 我看来还是以后多请 更为厉害的高手前来讲课 古尘沙想了想 比如天宫院的那些强者 对了 骆武说来传道 怎么还不见 他身躯轻轻一跃 已在空中滑翔 到了那学堂的院子中间 主人 一名立刻站立起来 众人也都打招呼 刘宇 你们五人修行得好快 古尘沙稍微打量 顿时惊讶地发现 刘宇五人 居然也修炼到了 道径三遍铜皮铁骨 住在这城堡之中 每天呼吸吐纳 修行比之前快速了数十倍都不止 更关键是我手中这口神剑 日夜吞吐变化 似乎就要蜕变了 刘宇辉动手中那口神剑 稍微晃动 这剑笔直冲上云霄 把飞过的头猛禽 斩杀成两半降落下来 那猛禽似鹰 但长着颗鬼一样的脑袋 獠牙深深 古尘沙认识的 这是鬼头鸟 会吃人 吃尸体 毒性极大 被咬上一口 哪怕是五道宗师 都会立刻弃绝身亡 还能够从口中喷射毒液 蛮荒中 让人弹到旧色变得猛禽 鬼头鸟的尸体 从天空落下 离城堡上空 还有数百丈的时候 突然城堡内的塔楼中 飞出一团灯火 把鬼头鸟包裹住 就是一烧 化为灰烬 然后又有塔楼之中 吹出一阵风 把这团灰烬 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此城堡阵法威力如此之大 石中禅就有些惊骇 刚刚那团火焰 是玄火灯的力量码 那阵风 是山海图古荡形成 古城沙花废了六枚七圣炼心丹 让天空院打造了 上古玄武背上 驮着的九剑法宝 定海珠 山海图 大力锤 西星塔 九阳边 玄火灯 苍浪剑 落日宫 射阳剑 这九剑法宝 虽然是赝品 威力颇为可观 尤其是在玄武宝宝苏醒之后 吸收仙气来滋润它们 使得它们威力与日俱增 发动起来 再也不需要输越积蓄 好厉害的阵法 就在此时 天空中传来个声音 红衣女子出现了 居然是落伍 古城沙灰首 顿时整个城堡中 射人的气息消失 落伍才缓慢降落下来 你这城堡中的阵法 都几乎比得上 先道宗门内 一些真传弟子 布置了上百年的大阵了 落伍站定 大量四周 深深呼吸一口 不由色变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似乎知道是什么 也不点破 落伍仙子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一鸣 立刻把最好的东西献上来 古城沙连忙招呼 是 主人 一鸣挥挥手 就要让众人散去 师兄 我和一起陪客人 不用离开 古城沙叫住石中禅 在城堡中央 古城沙所居住的高塔第五层 一鸣 石中禅 古城沙 落伍四人 就品茶商谈 仙子居然守约而来 那我自然不会吝啬 这是没七圣恋心丹 古城沙拿出金色瓶子 递了过去 落伍也不客气 接过来收下 王爷真是信任 实不相瞒 我已来了几日 只是在观察这封地中情况而已 那仙子觉得如何 古城沙倒是想听听 先这来自仙道宗门 结出仙子的意见 风水经过改造 局不是绝佳之地 但周围群山环绕 是穷山恶水 好在此地有神兽坐镇 渐渐在改变地脉 假以时日大约数十年 方圆数千里之地 就会真正灵秀如仙境 落伍也不隐瞒 由此可见 王爷是有大气韵的 刚才我还看到了 五计之神的后裔 还有龙神和海神血脉 结合的后裔 这些人才 连我天舞玄门 都是凤毛麟角 他所说的是 流于五人和龙在飞 此六人的资质是盖世奇才 先到宗门发现之后 都会屈之若鹜 打破头要抢夺收尾弟子 就连他都有心思 想把这六人全部掳走 带入山门中洗脑 这些都是朝廷的气韵 我被册封为王 自然而然就沾染上了一些 古尘沙读书 就有真知灼见 眼下朝廷鼎盛 仙魔归一 我就算再无用处 得到朝廷大运 也能够招揽群雄 干一番大事业 天下气韵 的确玄妙 落伍点头赞同 不过王爷也是有大才的 能得神兽承认 绝非一般 仙子看我这封地 要再度发展 需要朝哪方面做 古尘沙觉得 现在封地到了个瓶颈 想要快速发展 有些利有未待 只有靠时间来继续 最快的发展 莫过于战争和祭祀 落伍道 如果王爷要短时间 快速进步 壮大势力 就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对蛮族进攻 抓捕奴隶 每战一次 都杀奴献祭 国之大事 违继于荣 上古天子 都是起于草莽之中 身经百战 每战都记 数月数年之间 就可称霸于天地之间 古尘沙听见此话 就想起来前些天所读之书 上古天子和一些枭雄能 快速起家 的确就是战争和祭祀 每战之后 举行盛大祭祀 杀掉千人万人 瞬间就可以沟通神灵 降落下来神力 成为神之选民 普通人杀生祭祀 也许没有任何效果 根本沟通不了神灵 但如果你有大势力 聚集数万人 举行大祭 那神灵肯定会惊动 比如古尘沙 现在封地中 有十多万蛮族奴隶 加上士兵 奴仆和平民 也有接近万人 全部聚集起来 进行大祭 任何神都会有感应 自古以来 任何枭雄起家 背后都有神的影子 五朝太祖起自尼瓦之间 天下大乱 遂起兵 每战都祭 初祭战神 无印 后祭龙神 无印 再祭武神 或神兽之力 武道通玄 斩先涂魔 建立五百年之霸业 古尘沙想起来读的一段历史 那是千年前 天下大乱 有个农民是尼瓦将 带领农民起义 开始起兵的时候 祭祀战神 龙神 都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该祭武神 就得到了青睐 一路势不可挡 最后统一天下 建立国号为武 有五百年的基业 这短短几句话的历史 透露出很多信息 天下大事 诸神博弈 此事情不通 且不说父皇国策 是废祭神 古尘沙百百首 就算我现在祭祀 也无神可祭 况且 每战必杀千百人 非人者所为 的确无神可祭 落无点头 因为大部分的神 都被天福大帝打落封印 哪怕祭祀 也不会有效果 至于杀人 也无可厚非 天道无亲 圣者为王 我可知道 有的皇子在偷偷祭天 企图得到上天回应 最终得到祭天福照 第139章 法无仙 听见祭天福照这四个字 古尘沙不动声色 他已修炼到道径三遍 铜皮铁骨 天子风神术 更加精妙莫测 日月变此事 也有了诸多变化 使得他隐藏更深 很多人都难以看清楚 这还不算 他的王龙凯 也有藏匿气息 隐藏气血变化的功效 所以很多人都难以看出 他到底修炼了什么功法 再说 天子风神术出现在太古 已经几万年未曾出现 就算施展出来 恐怕也只有神才 能够认识 是哪个皇子在偷偷祭天 时钟禅忍不住问 这是秘密 但告诉你们也无妨 就是那七皇子 落无 法家在积极布局 不可小视 我那七哥修为高深 但也全部靠资源 本身资质连天才都算不上 是上等而已 古尘沙笑了笑 就算他用各种计谋 恐怕也是在给法无仙做嫁衣 法无仙此人厉害 落无叹息口气 如果以后王爷遇到他 千万要小心 他的资质 哪怕是仙道七十二宗门 都找不出来 曾经有几个仙道宗门 和魔道高手 想要抓住他收尾弟子 都被他瞬间杀死 我对此人已经如雷贯耳 可一直未曾见过 这次父皇宴会他也没来 倒是看到了范如意 古尘沙回忆起来 那范如意修为身后 根本看不穿 深不可测 雷天辉也很强 我如果正规和他交手 没有一点胜算 圣人世家的杰出弟子 哪里有稀松之辈 落无道 这地方挺好 已经不比我山门中差多少 我在这里修行 也能够领悟许多东西 皇上命我可以开设学堂 招收弟子 那我就在附近的山中 兴建起来 那我派人去兴建 古尘沙连忙道 不用 我自己修建 若我笑了起来 天宫院能修建如此之格局 我天武悬门也不差 只不过到时候 我要借助你的地脉 那没有问题 古尘沙倒是大喜 若是天武悬门 把分院建设在这附近 我就高枕无忧也 天武悬门建设在他封地内 拉动商人不说 还能够互为犄角 造成攻守之势 哪怕混是魔云神庙 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几人正在商谈之间 突然三香之中的雪香上来禀报 王爷 有法家的人 求见洛武仙子 法家的人 古尘沙眉心抽动下 洛武仙子才来我这里 居然法家的人就知道了 法家的人 真是阴魂不散啊 洛武也皱眉 我在最初来朝见皇上 除了横家之外 就是法家找我 希望我能在 弃皇子封地中开设分院 同时要和天武悬门合作 我委婉拒绝 但法家的人 就逼迫了上来 还希望王爷 能够为我挡一挡 无妨 古尘沙倒 那我就下去看看 仙子不必出现就好了 那就多谢王爷了 洛武出现感激神色 师兄 你就在这里陪着仙子 我下去看看法家的人 古尘沙倒 说话之间 他就带着一名来到楼下 前往会客大厅 就见思乡 雪香两女 再招待个年轻人 这年轻人神态清冷 不可清静 远远看去普通 但走近了看就觉得 有超越凡尘的智慧 主人 他就是法无仙 突然一名身体 陡然紧张起来 居然是法无仙 古尘沙也极其吃惊 这人大名是如雷贯耳 外面传闻他是天生圣人 未想到 他居然就是这个 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他一拱手 就要说话 那法无仙开口了 古尘沙 你也不用说什么 刚才洛武和你谈话 让他出来吧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交谈 这话就说得不客气 简直就是挑衅了 古尘沙微怒 大胆 你居然敢这么对王爷说话 一名不能忍 猛地向前踏出一步 什么东西 法无仙看都不看一鸣 突然大袖一挥 当初饶你一命 现在还敢和我这么说话 这一挥之间 无影无形 但就有力量 似乎穿越了空间 无视任何距离 到达一鸣前面 碰 一鸣连连施展出 先天刚气 但就是 抵挡不住这一击 所有的先天刚气 凝聚起来 全部都被击溃 人被打得倒飞出数十丈远 撞击在墙壁上 然后阿德喷出口鲜血 以他道进九遍流离玉身的修为 居然就被法无仙轻描淡血 一击打成重伤 咔嚓咔嚓 古尘沙王文凯 降魔之刃已经拿到手上 立刻到达一鸣身边 一鸣 你没事吧 主人 此人不能和他抗衡 哪怕聚集所有高手 都不是他议和之敌 速速汇报朝廷 一鸣勉强爬起来 流离玉身居然开裂了 知道就好 法无仙站立起来 背负双手 古尘沙 听说你最近混得风生水起 连老七都被你压住了 又要招安海外保育国 还和楼拜月接下来和仙道接洽一事 我还以为你 长了三头六臂 这凯和剑道也不错 居然可以自动吸收灵气 拥有了元灵 可惜落入你手中 是明珠暗头 法无仙 你敢在这里动手 红银闪烁 落无已经出现古尘沙面前 我没有想到 你真的无法无天 落无 我这次是来请你天舞玄门 把分院开在老七的封地之中 法无仙语气很淡 法家请啊 你好几次 你都不给面子 既然如此 我就只好亲自来了 你这是请啊 你知不知道 在郡王府邸动手伤人 已经犯了大勇律法 古尘沙掏出梅子血回生丹给一名 心中已有了杀鸡 他是第一次看见 如此无法无天之人 现在大勇朝镇压四海 连仙道 玄门都臣服在仙律法之下 要遵守朝廷号令 这法无仙居然敢乱来 律法 法无仙冷冷一笑 我若是不遵律法 你这属下早就死了 你这个城堡 虽然有些阵法和玄妙 在我看来也是指胡的 古横沙说他府邸中丢了些东西 拜托我到处帮他找找 如果让我查识了某些事情 说话之间 他话风一转 落武 跟我走吧 法无仙 我看你真的是太自大了 落武不嫌不淡 我已经下定决心 就在陈郡王丰帝中 建造分院 很好 我就是亲自来问一句 你既然不给面子 那就强行带你走 法无仙伸出手来 法无仙 你是要试试我的修为吗 落武面若寒霜 你真的以为 你是天生圣人 废话太多了 法无仙化为落英 人就到达落武面前 落武整个人轻盈舞蹈 举手投足之间 如天磨乱舞 古尘杀在这刹那 根本看不见他到底在做什么 而法无仙的修为更为可怕 手到人到 也没有运用什么先天刚气 就是血肉手掌 轻轻撕扯 落武所有的先天刚气 全部破掉 风云一舞 落武不知施展出来了什么绝学 周身风起云涌 手臂在舞蹈之间 拦截住了法无仙的那一击 杀 古尘杀终于抓住机会 就是一剑 这剑依旧歪歪曲曲 好像个刚刚学会写字的小屁孩 毛笔都拿不稳 在白纸上艰难的涂鸦 捉剑 王龙凯和降魔之刃 融入了上古神龙鳞片 威能极强 古尘杀自身 也突破了道径三变铜皮铁骨 力量更增 他更苦读各种点击 推算武学 把根基打得极其扎实牢固 捉拳再次提升 可以说 他现在手持降魔之刃 加上王龙凯 捉拳一击 琉璃玉身都未必能够抵挡得住 笨拙可笑的剑 已到法无仙面前 法无仙伸出手指头 随意一点 碰 古尘杀的剑和凯同石炸开 发出阵阵哀鸣 散成许多符纹组成的气流 根本聚拢不起来 就是这一点 法无仙居然差点把王龙凯 和降魔之刃的元灵 给直接打散 这两件东西 我就帮你赔给老大古横杀吧 法无仙又是一抓 居然要收取走王龙凯 和降魔之刃 但这时 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个身影 是石中禅的拳到了 石中禅的拳 朴实无华 如流星陨石从天降落 法无仙手微微一转 便抓为拍 石中禅整个人被震得暴退 一口鲜血喷射出来 不是看在巨石猴的面子上 我就要你四分五裂了 法无仙依旧抓向了 骆武和王龙凯 还有降魔之刃 骆武水袖展开 轻盈一梦 拨开法无仙的手掌 居然能够抗衡一二 天武玄门这代杰出弟子 果然有点本事 可惜也就寄穷于此 法无仙面无表情 又是出职点出 辞职简直如神来之笔 画龙点睛 碰 骆武浑身的先天刚气 再辞职一点之下 居然控制不知开始外泄 刚气暴走之下 他的衣袖被炸成粉末 一名石中禅 骆武 古尘沙四人 在法无仙的手上 居然都走不过三招两拭 而且法无仙轻描淡写 挥洒自如 看样子也就只用两三分的力量 法无仙 看来你是铁了心 要和我天武玄门作对 骆武挡在最前面 让古尘沙恢复元气 怎么能说作对 大家切磋切磋 法无仙淡淡然 法皇后对我说 让我见识见识天下才俱 你们告到朝廷去 也是枉然 法无仙 你说此话看来 心中还是惧怕皇上 没有真正到达无所畏惧的境界 由此看来 你的武学就有破绽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伴随着声音的 是飘然于天外天的一掌 哦 古花沙 你也来了 法无仙看着那掌来到身前 脸上出现不屑笑容 第140章 陈威 四皇子古花沙也到了 他施展出毕生绝学 心在苍茫天外天 曾经这一击让古尘沙 根本无法破解 但现在这击到了 法无仙的面前 三尺范围之内 居然就无法再寸进 似乎有古无形的力量 把他阻拦 让法无仙万法不清 古花沙色变 就要后退 但法无仙的手掌 不带半点烟火之气 轻轻伸了过来 要抓住他的脖子 就是提起 而法无仙全身的力量 带着犀利 让古花沙无法退走 是 又有一道漆黑之光 从外面激射而来 法无仙看见着黑光 居然脸上出现凝重之色 他身躯微微闪避 让着黑光落空 但黑光如灵蛇式地回头 钻向他的眉心 找死 法无仙二指并裂 如剪刀 夹住那黑光一剪 顿时黑光支离破碎 楼拜月 你居然练成了大图神法 罚出黑光的 正是楼拜月 他不知什么时候 也到达了这里 法无仙 你居然如此嚣张 楼拜月并未出手 而是和古花沙 石中禅 一名古尘沙 洛武 一起呈现善行 把法无仙围绕住 一名受伤极重 但服用了子血回生丹之后 已经就完全恢复 石中禅虽然吐血 但法无仙并没有下狠手 还是对巨石猴 有几分忌惮 我来这里 不过是请洛武 到老七峰的做客而已 顺便是老大 让我调查一件案子 未料到古尘沙的奴才 对我恶语相向 我教训下而已 法无仙眼神环绕在场诸多人 脸上轻蔑之色 越来越浓郁 你们这些人 根本不配做我对手 我哪怕用上三分力量 呼吸之间 就可以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可惜啊 天地之大 我一身修为 不能纵横快意 他说话之间 大袖一挥 众人只觉得天地色变 千万大山滚滚而来 无穷刚气 呈现排山倒海之势 连洛武和古华沙 都连连后退 而这刹那 法无仙已经消失不见 死人还真是厉害 古华沙看见他走了 常常嘘出口气 说他是天生圣人 一点都不假 他不敢乱来 楼拜月面若寒霜 他最后离去的时候 急不甘心 说不能纵横快意 此意就是皇上压制住了他 否则就会把我们杀得干干净净 此人性格无法无天 古尘杀让王文凯和翔摩之刃慢慢恢复 心中已有了杀意 若不是四哥和拜月尼闯进来 恐怕就真敢在我府邸之中 强行掳人 甚至夺走我的剑和凯 他今天此来 其实背后有法皇后的意思 楼拜月道 这就无法参他一本了 况且 他还可以说是前来鄙视 老大 也在背后捣鬼 古尘杀到 老七也作祟 可能是看见 我们最近被父皇重视 今天法无先所作所为 我们若是参塌 在朝廷中就会造成党争 牵扯到法皇后 对大局不利 况且 父皇是要磨练我们 这点小事 不能小题大做揍上去 我们自己修为不行 楼拜月看着天空 想不到法无先此人修为如此之强 不愧为天生圣人 如果没有皇上压制 恐怕天下就是他的 他今天此来 是为了示威 时钟禅皱眉 洛武先子 你怎么看 我还是低估了此人 洛武道 恐怕七十二玄门年轻一辈弟子之中 没有人比得过他 这只是个小插曲 四皇子古华沙道 法无先此人以后是个大祸胎 不过他应该不会再来了 这点你倒是放心 而且我会密切注意他的消息 我也会查他的动静 楼拜月道 我虽不是他对手 但只要更进几步 境界提升 大图审法完全可以克制他 让他有所忌惮 我也会加强防御 古尘杀星中知道 哪怕加强防御 对于法无先也没有一点用 刚才他并没有发动阵法 用那九剑法宝轰击 因为知道 就算催动九剑法宝 也没有任何用处 反而会被法无先 以无上刚气阵列 只有玄武宝宝苏醒之后 才有可能抵挡住法无先 离这城堡千里之外的一处山峰上 法无先盘膝而坐 他双目击射出光芒 瞳孔内许多符文流转 似乎在推算着什么 法无先 你去那十九皇子封地 不是要把洛武带回来吗 怎么杀鱼而归 就在这时 有个男子出现在山峰上 这男子身穿暗红色铠甲 新红色大披风 脸上戴着青铜面具 十分神秘 横不动 你每天都穿成这样 是见不得人吗 法无先睁开眼睛 你修炼血耻法 把自己变成了血魔 你们横家永恒天书 缺少最后第三卷 想用邪道炼狱血耻秘法来弥补 法无先 我的事 你倒不用多管 你查清楚什么东西了没有 横不动道 谷横杀好不容易获得了邪神血肉 但无缘无故失踪 现在那龙在飞小子 也在古尘沙府邸之中 由此可见 就是他盗区走了 但邪神血肉极难炼化 这古尘沙 到底是得到了什么 就算他得到祭天福照 也是废物 法无先自言自语 大徒审法 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果然神妙莫测 若是楼拜月 修为再提升几个境界 我固然 还是可以杀死他 但他的那黑光能够伤我 到底要怎么破解 似乎除了大徒审法 和天福大帝 谁都不会 被他放在眼里 你要破解大徒审法 横不动笑了 这是连神都无可奈何的玄公 我承认你的实力强 也的确是别人所说天生圣人 但你究竟还是不如一些 千年以上老怪物 更别说神了 你的野心太大 还需要时间来 积累磨练你的修为 古他仙也没有时间来积蓄 法无先眼神莫然 他才崛起数十年 就已经屠神遮天 哪怕是数万年 存在的上古之老怪物 也无法和他媲美 我就不信我不如他 我就知你有此野心 但跟你类似的 貌似还有个文宏 人家可是天命之子 比你天生圣人更高一筹 横不动笑着 文宏 我迟早要把他踩在脚下 法无先随便看着横不动 你也不要挑拨 小心我杀了你 哪怕你练成永恒天书第二卷 又修成练玉血持弓 但我只要抬手之间 就可以破掉你所有玄公 这个我信 我的确不是你对手 横不动不生气 甚至我和范如依 还有雷天辉等各个世家弟子 全部加起来 也难挡你直击杀 不过你的对手不是我 而是那些运转天道 数千年的老怪物 还有诸神 当然 你最终想要战胜的是天福大帝 你居然如此服软 我也就放过你 法无先挥挥手 在天福大帝还在之时 我不会有所大的动作 那横拜月深得他之宠爱 连大徒神法都传授给了他 那好 不过老七那边 你还助他不 他似乎要再度进行战争 然后偷偷祭祀上天 他认为祭天福照 就会落到他身上 横不动再问 他的事他自己解决 法无先皱眉 祭天福照 其实是不祥之物 历代得到的天子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不知道为什么都想得到 那是那些天子 太依赖此福照了 其实一些老古董 想得到此福的原因 是和天道做生意而已 横不动揭穿本质 我要是有了此福 杀生祭祀 换取很多太古都 已经消失的东西 也是公平正常 比如用大量的灵魂 换取自己多活个数百年 上千年 有这么多年的岁月 足可以参悟很多东西 要知道很多老古董寿命 已经快尽了 他们等的就是那幅照出世 你这样说 也有几分道理 法无先问 那依照你来看 此福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倒是有兴趣参详参详 此福乃天道所化 我想要降服此福 天道 嘿嘿 我也要他踩他在脚下 天福大帝能做到的事 我也能做到 天福大帝能不能做到 那还要看以后之情况 总之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得早做准备 横不动语气凝重 没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 我倒很期待 法无先站立起来 最好古他先办不到 他办不到的事情 就让我来办 也只有这件事 才能吸引我 说话之间 他就已经消失了 横不动皱眉 居然没有发现 他是怎么走的 不愧是天生圣人 实力也不知是 如何修炼出来的 年纪轻轻 就以鬼神莫测 横不动良久之后 才自言自语 但哪怕你再厉害 也要被古他先压制得死死的 只能对着他的朝廷 俯首贴耳 心中想必很不甘吧 说话之间 他也飞行起来 滑翔到云端 没入那白云之中 陈骏王封地 古尘沙 被法无先这样闹了一场 以致对方实力 自己万万不能抗衡 当下和横拜月 老四古华沙商量一阵 这才和洛武建设 起天五玄门分院来 洛武选取了 离着城堡不远处的山中 定下来分院驻扎之地 就取出个葫芦 里面有上千枚金色豆子 他把豆子撒了出去 豆子炸开 化为团团金色气流 最后凝结成个金甲大汉 每个大汉 都有差不多两人多高 力大无穷 上千的金甲大汉 漫天遍野忙碌起来 不知疲倦 感谢观看